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我见到一些妈妈猛疹 有时都会多留意一下 孩子很小,刚出生不久 我见到妈妈这么猛疹,很不开心,很猛疹 除了真的会不舒服,刚刚生了孩子之外 我听过一个叫做产后抑鬱 可不可以帮我们多说这些是什么情况? 产后抑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妇女在生完嬰之后 因为几个原因 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在生完嬰之后 会急剧地变化 加上其他的原因 譬如他们本身有一个家族的遗传 令到他们的情绪比较容易波动 甚至有些妈妈可能以前患过抑鬱症 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原因 导致产妇在生完嬰之后 有些情绪的问题 比较严重一点的 我们会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产后抑鬱 所谓的产后抑鬱 就是生完嬰之后 一段时间出现一些抑鬱的病症 包括可能睡觉睡得不好 或者睡很久都觉得很累 或者我们叫做一些饮食的失调 吃很多东西都不觉得饱 又或者对于他平时喜欢吃的东西都没有兴趣 他人变得累 没有精神 甚至乎他们长期每一天都觉得不开心 即使对着孩子都会觉得很多无形的压力 甚至乎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普遍来说 看到的产头抑鬱的病症 当然去到比较严重的情况 有些妈妈甚至乎可能会出现一些 我们叫做思觉失调的状况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叫幻觉 或者是一些妄想 所谓的幻觉 就是可能会突然之间 在没有其他人说话的情况 可能会听到一把声 跟他说 你不是一个好的妈妈 你做得很差等等 甚至乎出现一些妄想 那个爸爸是否出面交交阵 甚至乎觉得那个BB 是否有些魔童托势 为什么你会令到我们整个家都改变了 令到我这么辛苦 这么不开心 觉得那个BB有问题 一定是有些事 或者可能那个BB 你一定是有些病痛 或者可能你是来拿债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一些我们会听得到的 一些产后的思觉失调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 产后的精神病 产后的精神病 是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比较急去处理 急去医 如果不是的话 会很影响 妈妈和BB之间的沟通 甚至乎有些妈妈 去到比较严重的情况 可能会伤害自己 甚至乎伤害小朋友 我们怎样帮到她 我看到有个妈妈 她有你刚才所说的情况 可以怎样做 一般来说 如果生完BB之后 的几天内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 当然最重要的是 家人的支持 可能如果她 照顾宜宝比较辛苦 或者刚刚坐月比较累 其实家人可以帮轻一下她们 譬如家务上的分担 甚至乎一些老人家 去帮小朋友 洗澡 喂奶等等 这些工作 尽可能去帮她 但是我们这样说 产妇在生完BB之后 那几天 如果情绪波动 都属于正常 因为 荷尔蒙的分泌 会比较混亂 但过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 这些情绪的波动 逐渐平静下来之后 如果依然有这样的情况 而持续的话 甚至乎影响了她 产后抑鬱症 有什么情况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明白 当然 产后抑鬱症 都是我们 在工作范畴中 比较常见接触的病症 一般来说 如果情况不太严重 跟家人交代一下情况 家人帮轻一下 例如家务 或者照顾宝宝的工作 当然可以帮轻一下产妇 但是有些情况之下 也少不免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例如一些抗抑鬱痣 甚至乎一些 我们叫做安眠药 帮妈妈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 都可以帮得到她们 当然 妈妈很自然会担心一件事 吃药会否影响嬰儿 尤其是现在我们很支持 产妇 就为母母预人奶 其实现在很多药物 在人奶的分泌 少之又少 所以对嬰儿的影响 也不需要太担心 反而我们要拿回平衡 究竟 妈妈的情绪重要 还是我们所谓的无谓的担心 那小小的药物 会否影响嬰儿 最重要的是 听回医生的劝告 如果医生觉得 这样的情况 可能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有时都无可避免 需要吃药物 去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也曾经遇过 有些妈妈 刚才出现一些 产后的精神病 他们可能有些思觉失调的现象 甚至乎有一个自杀的念头 甚至乎有些妈妈觉得 我能带你来这个世界 但我又觉得 如果我走了 好像对嬰儿不住 有些妈妈甚至乎 可能会想 不如我和嬰儿一起去 去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不可能慢慢用药物 或者用心理治疗 去帮这些妈妈 这样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一些 我们叫做老电凳治疗 老电凳治疗 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治疗 就是在短时间之内 希望把妈妈 由一个最极端的 负面的情绪 带回到一个正常的情绪 尤其是在妈妈 我们会比较多用老电凳治疗 原因是因为 刚才也说了 妈妈和小朋友之间 那个关系的建立 是很在乎 最初初生这段时间的一段相处 如果这段时间 他们相处不了 譬如妈妈的情绪 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都不能够维持 的话 对于BB 将来的发展 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很紧张 尤其是产后抑郁 甚至产后精神病 我们都倾向用一些比较快的治疗 希望妈妈尽快康復 真的生个BB 真的不简单 没有我多伟大 我们都知道 现在社会越来越竞争大 妈妈在肚子里面 已经想着 幼稚园小学中学去哪里 大学去哪里 400万一个BB 大家可能看广告 也见过 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们说了妈妈的情况 爸爸是否有些情况 BB出生会有些情况 会少一些 爸爸相对来说 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 生产怀孕的阶段 所以很多时候 爸爸似乎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但其实爸爸也有自己的心理压力 就是因为这种旁观者的心态 妈妈永远觉得 老公你都不了解我 经历了多少辛苦 别人说生BB十级痛 有些妈妈可能开刀 开完刀的伤口又有很长时间 你都不知道 拖着BB的辛苦 所以爸爸有时候很想介入 去帮忙 但妈妈永远有一个 比较负面的评语 导致爸爸有时候 自己知道 照顾BB仔其实是双方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么说 爸爸的角色 比妈妈绝对不会少 当然 怀孕生BB的过程是妈妈负责 但爸爸他们负责是什么呢 都是要给到BB一个爸爸的角色 要照顾 不仅要照顾BB 还要照顾家庭 照顾妈妈 很多爸爸 我们都叫做双职 不仅是妈妈 双职的意思是回到家 要照顾小朋友 但平时都要工作 尤其是我们这么说 男性 往往他们的情绪表达 都是比较来廉 少少 他们不太懂得去和身边的人 去把他们内心的痛苦 或者困难说出来 所以爸爸有时候发觉 往往他们有不开心 有困难的时候 都是比较迟的阶段才会出现 爸爸也有压力 是的 很多时候 BB成长 都说 我们照顾好一点 很紧张 通常第一胎 人们越生越少 有些不生 会有小狗 有小狗 假设我们有BB 我们抽了一个BB 第一胎 都是要关顾饮食 冷暖 洗澡 这些大情况 但在成长 妈妈外出生 从零个月 开始 到几多个月 或者这几个月 或是初一年 都是不懂得走 不懂得走 可能是小狗 坐下 在这个阶段 我们怎样可以 成长 或者培育 健康成长 快乐的小孩 或者现在再说一句 健康快乐 都不够了 只有竞争力 要聪明 甚至有没有 IQ爆棚 天才而从 可以培养 有没有这样的 初一年 有没有重要阶段 都有的 我们这样说 初一年 零岁至六个月 这段时间 是他们对于身边的环境 他们一些 最基本的感觉 比如五官 视觉 听觉 臭觉 触觉 每一样东西 他们都在发展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希望 小朋友 尽量接触 不同的环境的刺激 譬如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质感 不同的质感 让他们去摸一下 不同的味道 味觉 嗅觉 让他们尽量去尝试一下 其实会帮到他们的感官发展 当然 到六个月之后 就是另一个阶段 小朋友可能开始 对于人的感觉 会比较重一点 有些小朋友 去到这个阶段 开始怕陌生人 开始会害怕 如果不是爸爸妈妈的话 可能会有些焦虑 紧张 在妈妈爸爸在场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能会 比较心安 一些 其实这个阶段 反而我们要更加鼓励 小朋友去探索 这个环境 例如有些小朋友 我们会见到 黏着妈妈 会比较 情绪稳定些 然后他们会 可能在身边的环境 例如去到一些陌生的环境之下 他们可能会搞一下 摸一下那样 但去到他们 有些害怕的时候 又可能会回到 爸爸妈妈身边 这个阶段的时候 爸爸妈妈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告诉小朋友 爸爸妈妈 是一个安全的基地 当你去遇到 有些问题的时候 你去玩 你尽量尝试 去接触不同的环境 接触不同的新鲜的事物 当你跌倒 或者你害怕 不开心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的基地 你可以回来 爸爸妈妈 会给你一个信心 告诉你 有人会照顾你 保护你 尽量去鼓励他们 去探索身边的环境 这件事 是对于小朋友 慢慢慢慢 对于身边的 兴趣 或者对他们的 好奇心培养 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你 这件事 是很重要的 对于你的